我是一名小学老师 也是一名小学的班主任 现在是二年级的班主任 您教什么学科吗 教数学 教数学的 那你觉得这个儿童技能教养法 对你的工作有帮助吗 有非常大的帮助 怎么个帮助法呢 从两个方面啊 首先是作为班主任 要对学生进行这种平时的日常的管理 因为孩子们非常小 小朋友们来到学校之后 很多规则是他们不懂得的 那用这个方法可以更好地帮助孩子们来学习 在学校中的一些规则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些技能 从上课的学习的技能 到与小朋友交往的技能 包括这种 情感上的 沟通上的等等 再有在教学上 我觉得 给孩子们带来特别大的一个帮助 就是说孩子们会认为自己 我只是需要学习一个技能 我没有我解决不了的问题 也没有我不能够克服的一些困难 他们会对自己非常有信心 并且在因为有一个特别好的氛围 小朋友们之间是相互信任 他们能够更多地去看到 别的小朋友身上的一些优点 或者说是他们取得进步的地方 他们能够相互欣赏 然后用一种鼓励的 或者一种相互友好的方式 在这个团队中一起成长和进步 这样对老师的教学 还有管理 老师也会非常的开心 和孩子们在一起 让他们感觉到 也很爱自己的班级 很爱学校 很爱老师 很爱同学 所以说对于老师 能够拥有更愉快的心情 去帮助孩子们成长 看到他们的一点点的进步 能够享受当老师的这份工作 你能不能举一个例子 就是儿童技能教养法 对你工作 就是带来的帮助 有没有一个简单的小例子 就帮你解决 你用别的方法不太容易解决 其实这样的故事特别多 那我就想举一个 我现在这个班级的故事 好吗 我现在这个班级呢 有几个小朋友 他们比较特殊 比如说他们对于上课 或者与小朋友之间的 这种沟通和交往 不像其他的小朋友那样 能够比较快的进入到学校 适应到学校的生活 比如说有一个小朋友 是一个小男孩 他会稍稍的有一点不顺心的时候 他会情绪会失控 或者跑出教室 或者是大声的哭闹 甚至也会有 动手 伤害小朋友 甚至有一次 也伤害了我的副班主任 是这样的一个男孩 然后用到这个方法 我觉得 在跟他做沟通的时候 他能够感受到 老师永远是对他一种信任 比如说在他有一些行为的时候 我会说 我看到了你是什么什么样的 这样的一种行为 然后你是怎么想的 然后他会 在不说的情况下 我会说出他的一种感受 然后后来特别有意思的是 他再一次跟我的副班主任 有了这种肢体的冲突 打了老师之后 那一次 然后其实我们是想让他学习一个 能够表达情绪 不去动手的这样一个技能 然后跟他做沟通之后呢 他说我自己要学习一个 上课专注听讲的技能 这样呢 就顺着他的这一种需求 就学习了这样的一个 他给自己的技能 起名字叫棒棒糖 其实他是让我一个比较带来我困扰的和挑战特别大的一个孩子 但我没有想到的是 就是就是给他启动了这个技能 他说我想象棒棒糖 因为是棒棒的 然后他说我就想做一个棒棒的 而且等我庆祝的时候 我要给每一个人都分两块棒棒糖 就是从这个技能启动的第二天 基本上就好像他换了一个人一样 然后在课堂上 他因为在课堂上他会特别喜欢看课外书 这样他就开始专注地听课 然后他跟同学们在有情绪的时候 他会自己想我要做一个棒棒的 我在学习棒棒糖的技能 他与同学之间的这种冲突也越来的越小 然后就在前一段时间 我们班的所有同学在学习这个交往技能 然后就是他有一个小朋友可能是伤害了他 然后也打了他 问到他 他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 他是没有缘由地打到我 我也是没有缘由地平静 我说那你怎么做到这个平静呢 他后来想了一想 他说我觉得因为我已经开始学习了技能 也许我的那个棒棒糖的技能 会对我有帮助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让我平静的一个原因 然后就像其实像这样的一种例子特别多 更多的时候 这样的一种氛围是给每一个人有了一种信任和被看到被欣赏 都想做更好的自己 我听到已经听你说到了老师的看孩子角度不一样了 就是说这个方法给你作为老师带来改变 能够稍微说一说给你带来的改变吗 在工作上 让我变得很开心 也觉得自己的这种工作很有意义 很有价值 然后会对孩子多了很多的理解 然后也会因为对他们的这种理解 降低了我对他们的那种期望 或者说是一种要求 总会看到他们的身上的好 看到他们的努力 看到每一个孩子身上都有属于他自己的可爱的地方 而不会说是想到用更高的标准 或者类似于比较相同的标准 去对待我的孩子们 是想到每一个孩子 他都有他自己的一个成长的速度 都有自己学习技能的速度 这样我很享受自己目前的这种工作状态 我觉得这个是 也给到 因为我的这种改变 也给到孩子们的这种 比较安全的 比较快乐的 这种成长的这种空间 或者说是一种生态环境 在班级里是不一样的 能说说跟家长的关系吗 有什么样的影响 因为在学校挺重要的家乡 是的 跟家长的关系也有不同 在过去可能会说是 在有问题的时候 可能会想到我要跟孩子的家长 沟通 说一说孩子的问题在哪里 然后了解一下这个问题 分析一下产生的根源 以及我们会用一些什么样的方法 这样跟家长会有 某种程度上会有一种对立的角度 并不是说 那我们一起来站在同样的角度 去面向这个孩子 那这个方法的改变呢 会让家长感觉到 老师并不是说来挑剔孩子的不足 或者是问题 家长会感觉到 我和他们一样 是想真心的去帮助这个孩子的成长 而且经常能够传达的是 从老师的这个口中 家长能够得知 孩子的这种成长 这种进步 以及他们做出的一些努力 这样呢 让家长的心态也不是很焦虑 他们也觉得 我的孩子确实是在学校进步很大 而且能感受到老师的这种爱 并且跟老师之间 我们是一个非常平等的 一起合作的关系 特别好 那这个儿童技能教养法对你个人家庭生活有什么影响吗 一样的 我觉得在对于我自己来讲 其实我觉得改变的不仅仅是工作 还有我的这种家庭的氛围 用了这样的一种方法 经常的去赞美自己的先生 去赞美自己的孩子 这样呢 在我们的家庭中 也带动着他们 也能够学会了这种赞美 学会了这种欣赏 所以一家人的这种氛围 也变得更开心了 然后在心态上 可能对彼此那种要求也降低了 有一种能够看到一点点的好 就很满足 并且还是有信心 觉得自己的孩子也会越来越好 特别好 那这方法这么好 你觉得这个方法在中国传播 你有些什么想法 我们现在试图在学校做传播 那关于这件事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是这样的 因为我在我们学校呢 已经做了两年的 也就是说面向新生的家长 每一届的新生 几乎会有大部分的家长 来参加我的家长课堂 利用五节课 每节课大概有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 会把儿童技能教养法的 这个五大模块 跟家长进行讲解练习 那么家长们是非常的喜欢 儿童技能教养法的理念 以及具体的方法 他们会觉得 这个方法对于他们来讲 特别有帮助 因为它比较简单 而且非常的有效果 所以说我认为 家长们是非常的喜欢 接纳 并且需要这样的一种方法 给他们作为一种帮助 或者是指导 一种工具 然后老师们 相对老师们来讲 我觉得如果家长 学会了这样的一种方法 跟孩子进行沟通和教育 老师教育起学生 他们也会变得轻松 那如果说有更多的老师 也能够用这种方法 那我们这家校真的就会形成 这样的一种合力 整个学校会 氛围都会有改变 最终受益的我相信 不仅仅是孩子 也有老师和每一个家庭 最终受益的我服务 都会有更多的所有的 红柿 红柿